好 这一波台股反弹上来 很多投资人觉得我都还不敢上车 因为融资增加的速度是蛮慢的 但是到了十字路口 现在盘有点闷 今天的成交量是不到3000亿 但是外资的空单是有降 所以有好有坏 就是一个选股不选市的时间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三位来宾 来帮大家好好的选股了 第一位是我们的国宝级技术线型大师 杜金龙杜大师 好 阿渡上次来有特别提到 我们站在十字路口 我们又站了一个礼拜十字路口 好 季线就怎么样也过不去 那明天的全球央行年会 如果没有意外 当然就是讲九月可能要降息 市场似乎已经对这些事情不惊不喜 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阿渡有观察哦 水浅没大鱼 但是由小虾米游来游去 像今天盘中 京城非常戏剧性的逆转涨停 到底整体地产股 有没有会在央行的政策转弯之下 有一些好的表现 另外有看到特用化学 还有一些有趣的次族群 等一下阿渡帮您点点名 抓出这些很厉害的小虾米哦 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齐全王子张宁宗 中哥 中哥发现我们的期货保证金又调高了 今年调高六次 一口大台要将近三十万 好贵啊 可是中哥却说调高保证金 在今年的台股上是好事哦 诶 等一下来验证一下 为什么调高期货保证金 台股却会继续涨呢 另外中哥把现在的股票分成三种哦 好 就爱 新欢勇管爱 好 到底中哥会拥抱哪一种 等一下教你怎么分 有的是短打 有的是做波段哦 好 第三位是我们的 晋级烽火轮艾伦 还记得艾伦上个礼拜五 提醒大家什么事情吗 这个礼拜机器人开展可能就要休息一下下了 还有大盘指数在下半周会比较有压力 诶 全部都验证咯 那接下来要验证什么呢 以右侧动能交易 今天两个族群帮你扫描 一个就是载版 另外一个是重电 好 可是重电有点开高走低 到底要抓大放小还是看大做小 等一下艾伦帮你渐渐一下 以及CPU其实后面还有戏哦 好 首先有请杜大师 赵娃好 好 我们又在十字路口相遇了 对对 这个礼拜混了一千还是 整周还跌了两百点 好 我们还是站在原点 因为全职股现在不给力 今天没有成交量 不过呢 今天有一些戏剧性的反应了 像精神精神盘东掌听办 只有你知道秘密在哪里哦 还有就是小虾米 现在也游得挺快的 像今天特化就很厉害 对 因为大盘量收到 今年的次低量 大概一月十号的样子 是两千五百多亿 那我们以前是四千亿 现在三千亿 今天破了两千亿 对 就是量就慢慢的减少了 因为他跌得快晚以后 马上飞转 有的人砍照让低档化 就想要等另外一只脚嘛 那整个盘势就会比较 在那边多空交战 而且这一波的话 反弹到季线嘛 虽然季线摸两次下来 那反弹到0.618的位置 也刚好是强势反弹 所以短期在这边做逛卧 那今天最主要是 昨天美国看起来还不错啦 就是说尤其像那个汇半 涨了稍微比较多一点 那可是比较怪的话是 ADR是台积电的ADR是跌的 想要想要跌 想要跌 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出来以后 即使台积电今天开出来还涨了 后来就量没有 那整个F4大概都今天比较弱势 那我们前一阵子的F4是轮涨 现在F4是轮跌 那很奇怪的东西 那可是每天尾盘 大概都会拉台积电 昨天拉三块钱 今天拉一块钱 这是我们整个F4的一个持股 那美国股票市场一样 就等两件事嘛 一个是9月要不要降息 再来就是8月28号 回答的那个法说会 可是我现在在看美国的分析师 都在讲 美国七大纪人 六个纪人里面 他们宣布财报完以后 平均跌幅4% 所以这个 所以你的意思是 没有他就利多已经稍微上来 这个大概有 那再来就是我们最近 因为前置股长 前水没大 就跑到小虾小米 所以今天 上次昨天是15的亚历 1617 今天轮到17 明天会不会轮到1918 原来是这样轮的 对对对 他有 原来秘密在这里 对对 今天还没有涨化 我那个稿件昨天做的 我就特别挑151617 今天真的 有人都压到3月 通卷 今天我老婆一定会对我很好 为什么 你知道 因为他手上有三只股票 哪三只 今天有两只涨停板 东卷 还有 锦售 另外还有一只司马懿的股票 叫仲达 仲达 仲达 是仲达 所以你哪一天 如果明天看到仲达涨停板的话 我那个日子一定会过得很老 难怪你今天笑得很开心 可是我的前置股今天都得了 没有关系 所以今天 对 特化我们以前也涨过 所以其实我昨天给那个 西基的话 我就有 讲这个所谓的 小群股 那刚才那个 赵华有讲金城 金城今天是特别奇怪 因为央行在打 那这次本来 他有一个好处 新清安 新清安是要让那个 没有买房子的人去贷 想不到 都是连投户去弄 所以央行这几个政策 其实在民国78年 79年 我们都知道 政府如果要打还的话 他会提高这个利率 还有这个现代 还有说 那个央行 故意的技术性的让你 比较不容易带 可是这里面的有一个问题 反正的话 理论上股市都头发打不下去 所以我们就会联想到 你这个 环地产要下来以后 有一件事情 一定要让他先回答股市 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表面上是说 他这个三件事情 可是我们以前的经验 民国78年的话 后来就会牵涉到股市的一个涨跌 就是我们体外挖去 所以这几个政策 大概都会转现会有 那富邦跟那个国泰的话 他有时候 政府在这个东西 你做这个动作 有没有违背政策 是好意啊 你赚钱啊 可是你不要跟政府做对 但是我们也在讨论 因为新西安也是政府的政策 你总不能推了一个政策 造成大家带不到钱 对不对 所以这会不会也是有示意 他们也要来帮忙呢 我是认为他是为了赚钱 因为新西安是本来是一个好意 可是带的人 像我女儿本来要带新西安 可是因为他云南的话 说你已经有带 所以你不能去带新西安 所以有的是 是不是每次我们好政策 被人家误用完 他就会开始把他检讨 所以我认为这个会不会有效 或是做到一半晚 有很多人去抗议 又开始无疾而终 就是我们大概对央行的货币政策 那这里面可以秀出来说 政府在这个期间有踩刹车 因为环地产踩刹车完后 其实我们的金融什么 大概都会稍微收印象 这是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你就用一点你的菜钱 帮女儿现金买就好了 好啊 因为我这一次就说 我上次不是讲到这边 我持股99% 那上来以后 反弹到0.618% 我剩下45左右 那这几天看起来好像对 因为我的那些F4都 今天都整理嘛 那一般来讲 这个大盘非常强 是说他跌完后 在这个整个涨幅的 0.382%就做反弹 那跌了4000多点 完后反弹 又在技术分析 0.618%就开始有压力 而且他是两天突破季线 完又拉回 一般来讲 照葛兰币八大 你跌破季线 晚以后会有 短线关于够大会 盘上际线 这个我们叫假突破 所以来讲的话 这几天拉回 多空还在交战 那可是有一个东西 我们就讲说成交量 最近就是很奇怪 涨上去量也说 今天跌量更低 所以多空还在这边 做交战 那我认为如果最好的方法 就以盘代跌 大涨大跌完又 大家休息一段期间 那无量当中就是小虾米 大概就是 就扶上来 你看到那个OTC也是一样 有没有 大盘在跌它还是在找 所以我对盘式的看法是说 有可能在这位置 开始多空晚又 就在这边做一个整理盘 那以盘代跌 这比较好 那如果说哪一天 你出看一下 有一支中长 跌破这个盘式的话 因为它这边是我们 小A这边小B 那是不是会做V转 或是开始做西坡 那以前的西坡 大概A坡跌多少 西坡就会跌多少 那我们认为这一次 会不会比较来的说 收腿 变成一个所谓的强制争 那目前都还没有看得出来 那有没有一支中长A 还破这个急 另外来讲就是 会的要不要降息 看来是一定得降 现在美国的 我看到我们东西 都是认为降息完 以后是它会走空 对我看的 每个人看不一样 另外一种8月28号的 那个刚才讲的辉达 因为辉达 即使七大纪雷里面 六个纪雷 所有的网友都跌 他们统计说平均跌4% 另外我们的出口 2Q是下降 网友下半年也是下降 那台湾对美国出口 是占8成 所以台湾的很多电子股 都已经有下降 所以辉达如果说2Q的话 目前收集的资料 应该是稍微 不是那么乐观 这是到下礼拜就知道 那我们一般来讲 整个这个资料 看下礼拜就大概知道了 这样相较之下 下礼拜感觉压力 有一点点出来 对对 因为就是说你V转晚以后 我们股票市场都是这样 大跌晚又V转 大家来不及反应 你总是要一段期间 让大家说 我卖错了 卖到最低点 你现在叫他进去 他一定不会了 所以你看到 才会形成量收 那我们最主要两只股票 台积电 台积电到这边 我们跟大家讲 他为什么到977 就是说 因为他在1000块的话 我们的缩选公司 大卖台积电 那你得到813 因为时间太短 来不及补 所以在1000块 如果说缩选公司 还没有再补的话 台积电短期间 这次已经缓弹到 这个将近1000块 他就在高档 所以他这几天 你看每周都开高走低 外资打台积电 那还要 他量不大 就是里面盘 那在管达 这也是一样 有没有 也是今天跌比较多 所以F4的话 台积电管达 红海 以前是轮涨 哪一只涨 最近是 大盘外资在卖的话 是轮涨 那跌的话 今天就他跌的比较多 那红海里面有 所以这个F4 如果涨不上去 大盘要马上说 脱离这个 这个0.618晚又做微转 可能性应该还要一段期间 不过之前台积电你有说 跌了两三天 你会去减一点 现在还有这样的想法吗 对啊 可是他今天没有跌很多 不够多 如果他有一个跳空下来 我就会买 一般来讲 我们台积电 就说美国今天大跌 你会看到他一开盘 就跌了一个 差不多30块 以前大概30块 前一阵子是跌50块 60块 那你大概如果说有跌的话 你就买一下 再来就把部位控制 那今天金城银 金城建设 那他玩以后 大盘他本来也开低 后来拉下影线 如果以K线来讲 很漂亮 拉低 而且我都会看跌停板的 说涨跌 那个张数多少 如果只有一点点 那个是假的 就他涨停板的时候 起来只有一点点 像那个我们今天特用化学 有没有 涨停板非常多 你已经涨停板 你还要这么多 你这个主力是干嘛 就是要闲事说 叫你们不要买 那你看到这金城银 涨停板不多 这是我们在看 这个拉涨停板 那因为他前面 这个100多块 这边有一个大量 那今天拉回 代表说这一支股票 出生段上来 有主力在照顾 而且他这么小的量 比前面的两项 那这个在 营建股因为我们知道 营建股一到七月份是涨幅很大嘛 尤其OTC涨幅第一名嘛 所以电子股在修许的话 营建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 所谓的 主力会跑到里面的钱 所以这个应该是整个 有一个示范作用 好 佛罗多大师今天就只有金城哦 今天营建没有整个被带进来 对对 只有他嘛 那今天特用化学的话 他有族群性 今天有族群性 我昨天为什么会给小编冬检查 因为我最近发觉 AI在修许的话 千锥没大余 所以他会有一些 轮涨到小型股 冬年也是一样 因为他有时候会大涨 看几天 因为上次也是大涨 完以后就休息 所以特用化学 目前应该以这个 今天涨停板 这两支涨停板 就比较好 那16的大涨 我看到他这几天 有稍微有上来 今天尾盘也是有人拉尾盘 就代表说16 有人可能这个 那金融股的话 中在保有在涨 好 那28啦 要轮很久 所以我们先从 对对对 预期开始 那大涨 我看因为他前一阵子 涨很多晚 又休息蛮久的 对 那我会推荐他是 有一天看到他出大量 对 晚又 因为没有人嫌疑就报告 那今天你可以看得到 大盘在跌的话 他还是有一个人 把他拉到尾盘 就代表说 短期这支股票 应该有人在那边琢磨 所以他尾盘 才会把他拉到平盘附近 那一般我们看盘是说 大盘在跌的时候 你敢逆势拉尾盘 就代表说 我这个阻力还在这里面 所以我一溜就推荐他 大概是这个 好 这是大涨的部分 好 另外你刚才有特别提到东建 对对 这个是今天让你好过的股票 对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前几天我就注意到这一支 那晚以后 我又看到红颜的研究报告 大家可以去看到 因为红颜都很喜欢写小型股 那他研究报告 照晚你看一下 去年不是赔0.1吗 那红颜有写 预测 今年3.56 明年3.78 那他前一年是 大概4块多左右 所以来讲的话 他去年不是修正了蛮久的吗 有没有那晚以后 刚才赵宏有讲 巫苏战争 晚以后 乌克兰不是打到那个苏尔去吗 最近又热起来了 热起来嘛 所以那个题材 有一天他突然间莫名其妙的涨停板 我大概在这边看到 那他就出大量 这边做盘整 所以从这边我就开始 注意到他 有一天就看到我太太 三支股票 我偷看一下 有这一支 那我发现 这个应该开始做投影片 那晚以后我就把这个资料补给 真的 今天一开始上 那以这个话 他应该是 大概50块以上 应该还有空间 他今天突破晚以后 应该短期应该还有一段空间 好 还有一段空间 我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这边非常谢谢杜金融 杜大师